你以为这是私家车 你以为这是MPV 你以为这是新款小臂 那我升起来让你看一看 没错飞翔的升顶这次真的要来了 福特新全顺V362的底盘 车长5米79 车宽2米 划重点车高仅有2米14 性高性宽全都与它无关 车身两侧呈灰色 拉花简直就是活力满满 车身灵活小巧通过性能好 不得不说呀 这款车真的是好开又好停 车身采用的是 游艇级别的高分子 符合材料 桥怒高耐腐蚀 而且轻量化 副驾驶一侧呢 还是车门熟悉的 张鹏户外照明灯 只不过这次的高度 可是触手可及哦 福特原厂玻璃 带统一编码的 旁边呢 为金刚沙网通风透气 防蚊虫 打开中门 听着声音就一个字丝滑 踏上固定上车踏板 正式开启您的 房车幸福生活 先坐在航空座上 挑选一个您喜欢的灯光颜色 给您不同的内饰风格 通风加热 无限冲 按摩腿脱 前后动 简直不要太舒服哦 旁边为整车 智能控制面板 各种设施的开关 水量电量 一目了然 打开我们全车的氛围灯呢 这不就是高端大气的爱马仕城 骂我喜欢 下方的长条凹槽呢 指甲刀 卫生纸 不愁没有地方收纳了 后方 国内房车界 首创设计 升顶房车的固定床 一米乘于两米的单人大床 即使外部环境不允许升顶的情况下呢 也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正常休息 不仅如此 我们的床板同样可以伸缩 下方隐藏的两个汽车独立座椅 拉开以后呢 可以满足您整车 合载六人的需求 旁边的卫生间 肉眼可见的深度 空间堪比 T型房车 一体吸塑成型的洗漱盆 置物架干净 好打理 旁边呢 为大储物格 洗漱物品随便搁 这里啊 也是五孔插座的藏身之处 防水防潮 效果拉满 你问我怎么洗澡 看这里 两用的喷头 上方呢 为抽拉 淋浴花洒 下方呢 为冷热水交替的水龙头 洗脸洗澡都超级方便 进口的赛特 福德的抽拉旋转马桶 可以抽拉 可以策划 空间高效利用 当然我们也为您提供了不同的方案 便携式马桶 电动粉碎马桶 您按需选择即可 房车 房车 厨房肯定不能少 那么这款升顶房车的厨房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这不是T型车上面的同款大冰箱吗 在这小房车里面 简直就是奢侈呀 容积呢 为96升 上冷冻 下冷藏 水果 新鲜蔬菜 从冰箱里拿出来 在我们的洗菜池里 随手洗一洗 旁边呢 为冷热水交替的水龙头 净水设备 上方 水暖柴暖的控制面板 五孔插座 还有照明灯带 下方呢 为储物空间 锅碗瓢盆 就可以在这里面按加啦 看到这儿 车友们是不是会有一点疑问 没有做饭的炉具吗 不要急哦 按动 锁扣 就可以放下一个电磁炉 短途旅行 户外露营 做一个减餐足够啦 周围呢 是镂空护甲 美观的同时呢 也能够起到了散热的作用 别看 它是升顶房车 下面该有的飞翔照样配备机型 主副驾驶进行180度的旋转之后呢 再升起我们的折叠桌 一人办公还是多人打牌 它都可以 人少就用常规的尺寸 人多呢 我们就再往右拓展 120×53公分的大桌子 够用了吧 不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隐藏在车体的一侧 又增加了活动空间 妥妥的多功能会客厅 现在车内的近高度呢 已经达到了1米8 空间通透 活动自如 走 邀请你们去二楼看一看 这大平层 您喜欢吗 休息的话 轻松容纳两个人 放下一侧的盖板 床的净尺寸呢 能够达到1米2 乘以2米5 床板的承重呢 是800斤 只一张桌子 和朋友玩个桌游小聚一下 顺便呢 我们欣赏周围的美景 如果您想要私密的小空间 放下两侧的隐私帘 上面的防纹帘也是有的哟 隐私通透 大空间金固 怎么样 二楼 你给我打多少分呢 最后说一下 这款升顶的水电配置 90升的净水箱 40升的灰水箱 2600瓦的逆变器 400安时的锂电池 MPV有的 它有 小房车上面有的 它还有 这款硬升顶设计 达到您的预期了吗 您觉得它值多少钱 评论区里面告诉我 我来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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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一下